好 各位粉丝们好 今天我们用自己粉丝继续在苹果77换外屏 录个教程 然后他这个触摸显示都正常 然后就是外屏这里碎了 然后我都测试了功能都正常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第一步拆机 这个我们已经把屏幕拿掉了 然后拆屏幕是有风险的 请谨慎自己个人不要拆屏了 然后把边上的支件码掉 然后下一步分离 这一步我们分离屏幕分离屏幕的时候一定 慢一点 刚算了 把屏幕分离板关闭 我们把它轻轻拿下来 看起来 已经分离下来 第二 第三步 除胶 这个因为他之前是换过一次屏幕的 这个我们直接把它撕掉就行了 那他换过一次的 贴上的OC干胶 它是不是那种水胶 我们直接一张的撕就行了 换屏我们都干好几年了 技术是很成熟的了 胶已经煮干净了 下一步是第四步了 第四步是贴合 对位啊 第四步是背位 拿出我们的对位一个魔技 然后 然后 对位之前还要贴上OC干胶 贴胶 这一步我们贴干胶 把胶 滚在这个屏幕上 滚的时候不要太用力 把屏幕压坏了 OK 好 我们 修一下泡 这个我们已经对了好 我们拿起来 拿起来准备贴合 好 我们直接摆在真空贴合机里面 然后排线 排线的位置 如到 如到和断角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正一点 准备 准备 现在抽真空啊 这没有这些CB是放不了问题的 好 最后完毕拿出来 这个还有点小泡 我们把消泡这里削一下 削两三分钟 拿出来看效果 已经四分钟了 我们打 好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死泡没有 非常完美 我们看到屏幕非常的亮 原装屏它的手感也非常的好 然后 整个屏幕看着就有点舒服多了 好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装机测试 这个屏幕我们换的差不多 然后 这个听筒也换了 它是听筒也不一定的问题 然后我们准备 接下来就给它换个延传电池 然后全新延传电池 我们再给它换一下 这个手机就基本上都可以拉 接下来我们准备换电池 首先换电池的话 就先把这个 电池 给胶拉出来 拉掉 换电池 这种 屏幕的电池是比较容易的 因为它这个有这个胶直接拉 不要翘 翘了容易激活 但是换电池是 风险很大的 很多人换电池 手机都翘的少了 很正常的 所以你们 尽量 能不自己去搞 就不要自己去搞 好 好我们把这个电池 拿掉 然后这个电池 一下子拿下了 我们就认在那边 然后准备 更换一个全新延传电池 好 更换电池 然后先把这个电池胶贴上去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然后我们把这个胶放在下面 然后对准 对起 然后放上去 平平的放上去 压一下 然后把这个捡 把这个拿掉 然后把这个捡上来 延传电池 它都有这种延传胶 延传胶 它这个沾上去 这样的 然后再把前面撕掉 然后再 对准位置放上去 我们先扣好 把这个位置弄好 然后我们再放上去 把它放正了 再按一下 就OK了 电池就换好了 然后接下来安装屏幕 安装屏幕 把屏幕卡得亮亮的 然后准备扣上 它微波螺丝打好 但我们发现有很多灰尘 这位脑袋 脑袋的孔位有很多灰尘 我们给它洗一下刷一下 再刷干净一下 现在看上去舒服多了 已经刷干净了 我们准备开机测试 我们进行系统再测试一遍 整体测试一遍 就完美了 就OK了 手机进入系统了 我们看到非常的漂亮 显示效果 不影响显示效果 我测试一下 然后 然后触摸 OK完美 不影响 OK完美 然后指纹也不影响 指纹有反应 不影响 然后把它盒子 再来提带膜就可以寄回去了 感谢继续 有些学习的可以延期我 放下关注 对了我们看 忘记看电池的容量了 之前它的容量是显示维修 电池健康显示维修 然后百分之七十几 特别低了 然后现在已经显示最大影响百分之百 然后延迟OK 感谢继续了 检查 控制 淋 电池 电池